在这儿签交字 行了 再见啊 谢谢啊 让我们一起回家吃饭 中国好厨子 能不能做到 你是实力派的 对啊 就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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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颗呀 小白呀 我的眼里只有你 你爱的爸爸妈妈 你们这儿要火 能不演吗 我还可以 我是来打场子的 小家姐已经任务可忍 再见 没有这本事 怎么能当微酷呢 谁跟你说的呀 盼望着盼望着 东风来了 春天的脚步静了 城里乡下 家家户户 老老小小 也敢套似的 一个个都出来了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这个小二 我没见过你啊 对 咱俩确实没见过 上一次我提馆的时候 您不在 我是刚上任的新小二 现在还看初中的书 晚点了 让您二位见笑了 这书啊 不是我的 是我小侄子的 咱小家姐不是说了吗 我们回家吃饭的 这个厨房里 必须得有点文化 有点知识 所以啊 我就把我侄子的书拿来了 这不咱们正好是春天吗 跟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春天的气氛 您就是今天的厨房达人了 对对对 老师您先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观众朋友可能对您还不是特别了解 我叫林南 中央美院毕业学油画的 所以呢 每次带孩子出去玩呢 都会做一些比较方便 然后又比较健康的食品 那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个是满园春色 关不住的春季盎然的好日子 所以咱们要不今天就来一道春天的风味 怎么样 好 咱把这个菜做出来之后 我们喊上小家姐 一块出去啊 春游也游 好不好 好 您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什么菜 我今天带的是 每次得给孩子做的一个石井虾饼 石井虾饼 对对对 行 那咱就开始吧 行吧 好 行 需要什么的我都给您打下手 好 这个新官上任 不能说新官上任 新小二上任啊 必须得是又能做颜值担当 又能够做好厨房帮手 今天的小二还选帅 选帅对吧 对对 超选帅 比小狮子眼 他不在 您可以偷偷告诉我 我来这么多次节目 你是最帅的 行了 大叔 今天您要做什么 我都一定帮到家 好不好 没问题 来 咱先开始这个虾饼吧 那我们首先就先包虾 包虾有没有什么诀窍 反正我每回就是包完了的虾 和虾头我都会留着 然后炸一下 炸一下 对对对 这样 一种食材两种吃 对对对 虾这个食材呢 是动物食材当中含蛋白质 是最高的 可讲当之无愧的是 高蛋白低脂肪的一个食材 所以像我们这种怕胖的人 就应该多吃虾 是不是 对对对 做虾饼的话 多少只虾可以够我们这个 一份这个虾饼 给孩子做基本上六个虾本的话 12个虾就差不多 12个虾 能够做完六个虾饼 六个虾饼 然后全让您一人吃了 没有 我们三口一人俩 一人俩 孩子长身体 您应该给他多吃点 还好吧 一样吃一点 多吃点 我觉得咱们如果去野炊野油 配这个作为野餐的主食 还是不错的 对又方便 然后还比较有营养 然后还挺好吃的 您儿子一般出去 除了吃您的虾饼 还吃些别的什么小食 我们家是女儿 女儿好啊 女儿几年几年 两岁半才 两岁半 看来只能做 小妹妹了 大厨您家是儿子女儿 我也女儿 你女儿几岁了 我家还单身呢 应该比你大 但是他已结婚了 那咱就快点做吧 好不好 好的 你先出去一些玩去 最好不要买那些小食品 还有说熟食 最好不要买 自己在家做一些 熟食也不行 这也可以做嘛 可以做嘛 所以说做一些这个 你像苏鱼带着出去 也挺好 也是一荤的 带些素菜呢 你可以带些青菜 黄瓜呀 做一些菠菜呀 春天的菠菜 而且这春季吃菠菜 是最好的养肝呀 马上就好了 马上就好了 咱俩这速度还行啊 肯定跟大厨比不了 跟大厨比不了 大厨您得拼拼 不错不错 不错吧 要说是咱们这个是剁 好像剁吧 对对对 剁就不存在一个完整性的问题了 如果要是取虾仁 取虾肉的话 首先评判是一个完整性 听不来了 大厨说咱俩剥的不完整 对我也听不来了 一会儿不给大厨吃 因为你们不是天天包吗 行了 我们可以那个 李老师特别仔细啊 一点点的 对因为小孩吃的话 就会比较细致一点 对 咱切这个虾有没有什么讲究 就是要剁碎 剁碎 对 碾成泥是不是 对对对 它越粘的话 因为对刀菜 我不需要放任何的淀粉呀 或者面粉 越细的话 它会粘越好 那个粘稠度就更好 对对对对 就更扎实紧实 对对对 如果我这个把它装完之后 放在那个绞肉机里边绞一下 我这不是来的手势多了吗 对对对 但是做的少的情况下 就没有必要 如果多可以很方便 如果做的少 你还得刷机器呀 同共十个虾 在机器里的就有五个 对 所以就不知道 咱们虾饼不能只有虾吧 对呀 我们还会配一些杏鲍菇 胡萝卜 对 对于小孩来说 我们家孩子就不喜欢吃菜 所以我只能把这些菜搁到 对 对 配到这里边 让它可以吃一些 咱们杂人这道菜 非常有营养 既考虑了孩子的口味 而且它把营养都集中在一起了 非常好 这道菜 好 我这个虾切好 切好了 咱们继续下一个 对 我弄这个 杏鲍菇 对 这已经是咱们洗干净的 杏鲍菇这蘑菇 它还有一个好的特点 它润肠 润肠 大便干燥的人 多吃一些 是非常有好处的 还抗爱 您刚才说润肠 我觉得小吃应该多吃点 您问它那肚子是吧 这一润的话 这肚子就没了 我需要现在可以做点热水 热水 用热水的这个原因是什么 焯一下 然后它可能口感会更好一点 然后待会儿剁到馅里边的话 它会很软 如果我用冷水行不行 要热水焯 要把它焯熟 因为炸的时候时间很短 我怕里边不熟 就可能这个冷水 它这个煮开 还得有一个过程 胡萝卜 对 而且可能口感会不会柴 或者是这个肉就脱紧了 是吧 对 用多半根都够了 胡萝卜一定要熟吃 熟吃 最好是经过油炒 为什么呢 它因为胡萝卜是脂溶性的维生素 所以说要有油炒过以后 它的胡萝卜素 它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 这是很关键的一点 小的时候我妈就跟我说 这个胡萝卜里边含那个什么 维生素是什么 维生素A 维生素A 她说吃了这个对眼睛好 这是不是真的 这是真的 这维生素A是视力不好的 多吃一点 多吃一点 真的 小时候我应该理解我妈的 那个 良苦 良苦用心 好 我们就在炒可以了 两个一起 对 两个可以一起 炒完之后需不需要有一个晾干 或者是去水分的这么一个过程 会有 我会拿手钻 拿手钻 对 就把水给钻出去 这个方法是可行的吗 可行的 如果它的水含流太多 它不成形 这个该调味了 对 我需要加一点点 这个是料酒吧 对 我们南方人 这家人比较按说黄酒 对 来一点点糖 来两勺 两勺 加糖不吃甜 能提出鲜来 如果要吃出鲜来 就是鲜了 鲜就没了 咱们要把它拌匀是吧 对 然后我看看这个是不是 差不多了 可以用手断了现在 可以了 没错 还是要最后一点 这个切有没有一个什么大概的标准 就是像咱们包饺子切馅似的 切馅 所以咱们差不多切成这个小碎末就行了 对 像有的孩子更小的话 可以切得更细一点 这就开始拌着这个虾肉 对 然后我再搁一点点黑胡椒 咱们这是现碾的 现碾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倒油 热锅 倒油 好 就是尽量铺满就可以了 好了 然后其实就是全都是 又是手工了 又是手工 然后基本上我给我们家蛋糕就是这么大的饼 这么大的饼 您看我这个形状还行吗 我们这是圆的 我这是正方形 可以 方的也行 可以 我想的就是什么时候我媳妇 未来的媳妇 女朋友 赶快学学 到时候给我做出一个爱心型的 这样的我就大满足了 而且这个不单是孩子喜欢 老人也喜欢 老人也喜欢 你的父亲 或你的爷爷牙不好的 给他吃这个 他非常高兴 就咱们像这样捏的话 直接放进去 它为什么会不会散开 它主要这个虾 还是这个虾的量 如果太少的情况下 它不会成型的 而你脚虾要脚成筋 跟他这个咱们达人 打脚很脏时间 这个虾也很黏了 基本上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们能够就是写锅装盘 一般上我们眼观看的就稍微有一点点焦黄 鉴别这个生手呢 你用这铲子按一按 就是说硬了 硬了就就走了 这是我自己做的盘子 你自己做的盘子 对对对 所以油画家还都会兼做陶艺 对因为我会经常带我们家蛋糕 然后上我工作室一起做陶艺 然后也会画一些画啊面具啊什么的 所以也是培养这个孩子艺术情操 对 好嘞 咱是不是可以摆得再好看一件 对 我还没 还没完 对对对 对这个虾皮是补钙的 补钙非常好 它的营养成分比这个虾肉营养成分的丰富 然后我需要装饰一下 这分别是什么和什么 这是芥末 芥末 芥末可能就是会尽量的少放一些 然后这个是沙拉酱 沙拉酱 然后这个就是咱们平常吃的那个番茄酱 先放什么 先放虾头 就是有选择性的选取一些就可以了 对对对 不然就宣兵夺主 好把这虾皮虾头垫底 好了 然后我们拿一点点生态 实际上家里没有香菜 或者说不爱吃这味的 可点生菜 可点生菜 也可以 对 主要让它漂亮一些 或者说营养更丰富一些 您这摆的还真是一个虾的形状 好 咱们这道虾饼就算是完成了 那小二你先尝 我先尝什么 大叔看出来 我这个口水已经是吹鞋三尺了 来蘸一点我这个最爱的番茄酱 怎么样 这么好吃吗 棒 真的 一点都不油腻 我拿到嘴边的时候 首先闻到的是胡萝卜的香味 我还会觉得这胡萝卜是不是太多了点 但吃在嘴里的时候 所有的胡萝卜的香味 还有杏鲍菇的香味 还有这个虾的肉质的鲜嫩的这个感觉 一起在嘴里融合了 太太乐调味品喊您回家吃饭 太太乐调味品提醒您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就可以知道我们这道虾饼是怎么做的了 我们就把虾包好皮以后 然后把它做成馅 把胡萝卜跟杏鲍菇切成丝 然后水焯一下 焯好了以后我们晾凉 然后手可以把它的水分挤出去 拧出水以后 我们就像包饺子一样 把它剁成馅 然后跟我们的虾泥呢 和在一起 可以搁一些糖 盐 还有料酒 然后还有黑胡椒 然后把它拌匀 我们就可以上锅煎了 油呢 不用很多 我们就不用来回来去的翻 然后以免它会碎 差不多到两面焦黄 就可以了 那行 咱们这道菜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非常好 非常成功 那我觉得出去春游光有这道菜还不够吧 您是不是也给咱们露一手 好的 我今天做一个很适合出去春游的一道菜 这是杏干肉 杏干肉 这是热菜冷吃的 行 完了你把这锅给我换一干净锅过来 行 好说只要这个有肉吃啊 麻烈的 麻烈的 开大火 咱们又要把这肉炸干 咱们现在先切点黄瓜 一会儿为了摆盘 把这个肉呢 切成厚片 0.3公分吧 所以咱们这道菜的全名叫杏干肉 杏干肉 以肉为主 这比例呢 一般的3比1 肉再三 反正加一些底味腌一腌 稍微加一点 加点胡椒 加一点酒 来点酱油 现在你到外边吃不到这个菜了 吃不到这个菜 为什么呀 它这个菜啊 很费食材 而且卖不上架 所以说一般餐馆 饭店 它不爱卖这种菜 我怕一会儿 我一人全吃光 所以下这个呢 一定呢 必须让它散开 不要粘在一块 不要粘在一块 有时候你油温高油 它蛋白质凝固了以后 你就很难打开它 这会儿可以用大火 目的现在是炸干 把这肉炸干 杏干这东西啊 是一好东西 对你的肠胃也很好 贱密的人 多吃点这个 这就有点大 咱们改一下刀 而且没有糊 我感觉这边已经差不多都炸干了 没有干 但是我觉得看断它干没干 这边我也可以看它这个形状 就是缩的更小了 对对对对 然后一圈周围都已经变成红色了 差不多了 好 它现在有颜色跟杏干的颜色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咱把油倒出来 这也是一个判断的标准 你像 就能听到这个脆脆的响 而且呢 你看这个颜色啊 而且刚才咱们多少肉 就炸出这些了 这是很脆料的 加一点油呢 边这个 边炒一下这个 所以刚才咱们这个油 其实也不能说完全浪费 这也就硬了 完了 加一些番茄酱 加一点点 那颜色 我爱吃 把它变成这样 变香 把它颜色出来 看它 我觉得这道菜蛋糕也一定爱吃 对 我觉得你特别像小孩的那种口 我吗 对 还没长大 所以还没用你 加点料酒 加点料酒 加上小庚池两庚池就可以了 加一些凉水就可以了 这个水的量呢 基本就没过这食材就可以了 没过食材 后加点杏干 把这个靠到 基本上汤汁靠进一半以后 再把这个杏干搁里 咱们加一些盐 少加盐 加盐呢 主要增加它的厚味 并不吃咸 因为咱们还是酸甜口的菜嘛 完了呢 加一些杯 一两白糖吧 一两白糖就够了 完了 加这个二两醋 二两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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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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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咱们可以装这个 咱们把这个杏干搁里 好 这可以说看不出来杏干跟肉了 您看不出了 对 对 汤干一定收干 收紧 但是越往后呢 要注意别忘了它糊 现在基本上汤不多了 但一定要勤翻动 煤干以后呢 加一些香油 有十几克就可以了 这就差不多了 撈了 我突然想到 您有这手艺啊 咱也可以把它做成那种即时的开袋吃的 咱们把它装在盘子里 装在盘子里 闻出甜味了 闻出甜味了 就光闻都能闻出来 再加一点姜末 姜末 加上面让它感觉整体呢更加好看一点 好的 咱们这道菜呢 就算完成了 就算完成了 杏干肉 杏干肉 太太的调味品喊您回家吃饭 太太的调味品提醒您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就可以知道我们这道杏干肉是怎么做的了 猪肉或牛肉都可以 切的时候一定要均匀 炸干以后呢 把咱们杏干洗干净 去除 待用 把锅烧热以后 搁点底油以后 把姜米葱米煸香 煸成芽黄色 把咱们这个分解酱倒入 30克到40克吧 煸出红油 加上水 这个菜不用加高汤 咱们今天加调料是 料酒 米醋 盐 白糖 把咱们炸好的肉片 搁里的进烤 当这个汤汁收到 烤进一半的时候 加咱们的杏干 一起 烤制 烤制 越到最后的时候要注意 不要说用大火 或者说 糊锅的现象出现 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厨房 无锈钢的 这底下全是抽油烟机 再看看这边 这是一口大锅 专业的厨师都要用这个凉水来猝火的 很带劲吧 比赛现在开始 油 生抽 辣椒 什么要一点的 还差点 葱姜蒜 现切是吧 你跟黄小会做饭吗 赵大厨的三部纸 接盖 接盖 再接盖 然后就可以吃 你俩在学校的时候 住同一个屋吗 你俩谁更能吃 黄小明是你搬的 他结婚 你们随着多少分子钱 不行喝了 我喝完之后全说了 让我们一起回家吃饭 各位看的是中国好厨子 能不能做到 不是 你是实力派的吗 对呀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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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颗呀 小白呀 我的眼里只有你 你爱的爸爸妈妈 你们这要活 能不演吗 你还可以 我是来打场 小家姐已经有无可忍 你才见 没有这本事 怎么能当威后呢 谁跟你说的呀 那行 我就先尝尝 黄老师 咱就动快吧 好不好 好好好 刚才是我先尝的 这回您来 女士优先 您先给评判评判 像这都是 都是大师级的 大师级的人物做的 我也不知道 我夹的这是杏肝还是肉 我就喜欢吃这种鲜甜口了 我主要是一块肉 我也吃的是一块肉 对 肉一点都不油腻 对 但是 如果牙口不好 是不是嚼起来 比较 对 对 对 但我觉得要是干着 那个凉了以后 干着可以手撕的那种 感觉也非常好 对 再配一片黄瓜 就更有春天的感觉了 所以说这道菜 春油 出油 非常方便 所以今天 我们这两道菜 就算是大功告成 完成了 一道是我们的十锦虾饼 一个是杏肝肉 所以电视机前 如果在出去游玩的时候 尤其是像这样 热菜冷吃 特别适合我们春油 叫上三五个好友 或者和亲戚朋友 一起出去品尝 这个满园春色 关不住 一只红杏出墙来 还有朱自清的春 都在提示着我们 春天来了 所以赶快带着您的家人 和您的伙伴 我们一起去出去交流一下 感受一下大自然的气息 各位看到是中国好厨子 能不能做到 你是实力派的 对呀就是 就是 一颗鸭小白鸭 我的眼里只有你 你爱的爸爸妈妈 你们这儿要活 能不演吗 还可以 我是来打场子的 小鸭姐已经忍无可忍 再见 没有这本事 怎么能当微后呢 谁跟你说的呀 那是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